老師來看楊楊 楊楊說它有一個地點 種苦瓜剛種7天 年後它在月月11日 有上頭去經驗 想要請教老師 它在雅肥要怎麼做調整 面前的是分半地 珍珠苦瓜基本的38月 發財的雞腮肥 頭量是比較黏性的頭疾 一般來說 在種苦瓜 有的人說吃苦瓜不怕黏 誰跟你說苦瓜不怕黏 那是因為吃過後比較不怕黏 因為你若是種這個價接苗來說 並說你有做這個價接苗來說 一般來說 它要量的比較有耐 所以呢 這個有一種是這種的一個得利 那麼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要知道 它這個土有量的比較黏 量的比較黏的時候 不過都是比較建議 就是說這個在營的時候 那麼可以灌一頓這個 這個益庚寶這個東西 我們這個益庚寶 這個好朋友呢 這個感覺很推薦 很推薦在用 那麼我們好朋友這塊的地 在這個離港 離港這個加於BH值5.91 5.91差不多了 就是說這個量的還可以 那麼有機質的含量也不錯 有機質含量也不錯 那麼即使說在這里面 這里面呢 那麼你這個鈴 鈴 鈴 這個 那麼感覺上 這裡有最主要是這個EC值 電導度 電導度呢 MSCM0.18 0.18那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也不高 所以 途中基本上沒有很大的一個這個問題 只是說 當時 雖然說沒有很量 這個 途中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呢 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擔心什麼樣 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 這個你用這個雞腿 雞腿這不是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說你在營的時候 你需要小奧鬼 小奧鬼 並說你分半塊 有用30包 30包應該是有一個量 這個東西 那麼目前看起來就是這個鈴 鈴有比較高 那麼鈴是夠的 所以這個 應該觀察看看一下 現在可能 那你說的就是說比較黏 比較黏的這個問題 因為你有機質有到3% 到13% 所以應該 這個問題也比較 不太大 現在就是說 注意 因為EC值也不太高 所以呢 你這個夾的這個 量呢 稍微有一點點 低了一點點 這對這個 這個國貴來說呢 擔心很重要 但是呢 不要忘了他的夾 那麼這個問題 會比較要緊 這個梅呢 這個量呢 有一點點比較弱 稍微 米 你可以用一瞬 這個 譬如說 打底零工 你打底的時候 你可以用 那個褲頭酒灰 一個問題 差不多半包 一包都沒關係 稍微補一個 這個黏的 這個問題 要去解決 這個不理性 現在已經積下了嘛 你已經有積下了 積下了7天啊 這不可能 再去用什麼褲頭酒灰 這都比較慢的 蛋糕流的比較大漲 一輸出來 米如果不夠 我們運煤很容易吸收 它的投用裡面有效性 沒有要緊 但是呢 它很容易吸收 所以這個問題不太大 所以你這個比較黏呢 可能就是說 差不多 一整天 又過幾天 心背有在燈當 這用一輸 這個義更保 一分底 差不多就是這個 1.5升 你可以用兩粒 就是說一分底 用兩粒 兩粒呢 你把它拼做兩次 譬如說你現在 差不多 小漲的時候 你把它灌 灌在木頭 那裡 一分底灌一粒 一粒呢 你差不多用四 三百倍來灌 應該就有栽調 三百倍四百倍 你看你怎麼灌 一分底有栽調去灌 這分半粒你就差不多用 一三半 這樣一一半 你來灌 那你 這個灌兩粒 現在來一個就準備了 準備了你再灌一次 差不多這樣 這兩粒就夠用了 改變到這個 投用的 這個黏性的這個問題 這可能呢 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啊這個 其他沒有什麼 那人 人 就不要再 這個過磷霜蓋 這種東西就不用再放太多了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可以用什麼東西 很好的 對 這個 榮林菌 這個 種粿 我們請來跟聽眾朋友說的標配 這一定要接種菌跟菌 這個 很少的東西 我都會跟他說有用啊好不用 好對不對 但是在種粿 種粿粿的時候 這種長期的 這個 這種低粿 這個很深色 這種叫長期的作物 但是我們一般叫低粿 低粿 這個長期 長期是怎麼叫長期 就是說他跟這個水財幣 他算長期做 為什麼叫低粿 因為這個 這個時間 差不多就是這個半年 比如說台西曼 60天 蒸過當晚 到四個多月 有的 比較到的 這種比較低粿 不像說我們 這個 切仔 蒜頭 這種的 一種 蒸過多天 這種水垢 這種叫低粿 所以我們習慣的這個工法 那麼這 這 這 金屬 因為顏色要漂亮 這個美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選一些有米的解析 但是那個 人不要用太多 所以你不要再用40 你可以用5盒 不要緊 那麼 用45盒 4盒 可能要4盒 比較低 因為你的這個 夾的量比較低 咖的量力比較低 像這個問題而已 咖的要補就是用 這個你就用5盒 不然4盒 5盒 4盒 雕精看看 初期的生長 差不多5盒 那你如果看他太厚 我們一般刀就5盒 4盒 但是 隔 隔在判下去的時候 通常就是5盒 5盒 4盒 5盒 5盒 4盒 這種的一個節奏 對 來漏 這樣 你來幫他做一個雕精 靠過多 最怕就是一邊漏肥就很多 後來很久都沒有漏肥 你來當差不多10天就一邊漏肥 這個節奏了好 10天就一邊漏肥 一邊差不多15公斤 比如說我10天就一邊漏肥 一邊1分多15公斤 你這樣在漏肥 那褲隔很好調控 因為褲隔就是靠長門 我們長門 同一個量 因為你如果擺太多 這水擺太多 它整個漏就軟了 這不行 所以我們就有門 我們的肥料控這個好 這讓你稍微做常客 重點的一個地方 重點的一個地方 就是要讓我們好朋友 要讓我們好朋友 就是說 你若是買營的時候 因為這個比較黏 比較黏的肥料 你把它用這個義工包下去 它比較容易貴金 一半刀如果剛才比較冷 因為這個蒸下去這個時候 要更加 這個 如果比較冷 稍微有一點冷 你可能就是這個 一半刀的這個吊車 這個逆靜通 這種東西 要讓它掌心 它要在屏東 可能 如果過一半刀而已 不然那一半 只有玉米水 它就不怕冷 很多好朋友說 是不是用玉米索就不怕冷 是的 因為比較健康 但是你如果說 正經很冷 的時候 還是要吊車比較有辣 這通常是這樣的 這個比較 這讓你稍微知道 但是其他倒是還好啦 就是說 你一定要灌這個 一定要灌榮林郡 一定要用榮林郡 這個榮林郡稍微灌的 這個 以行動的方便 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讓我們聽眾朋友 讓你稍微做參考 嗯